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当时是因为这个项目过后就很多人就认识到我的东西 所以当时Fly Hall 365也是有做了蛮多的周边 对对主要是T恤 这些是其中过后的一些周边 其实一开始我的称号是做成周边的 或者是我跟广告公司做一些称号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个2&3 就是我这个中国的合作伙伴 那时候他应该是在网上看到我的东西 也是这个超级英雄了 然后他就联络我说有没有兴趣要做这个周边 就卖给中国的市场这样子 过后他就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说其实中国他们要的是名牌 可以这样子讲 他们不会管你的东西画到极美 你的idea就好 他们主要是那个东西要命牌 过后我们就想 这样子如果我们create一个IP 一个角色 就把它变成一个牌子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漫画来的 它就是一个插图 就是我们就放上网了 放了大概两三个星期就觉得 那个反应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就商量 可以做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子 就想到做四个漫画 就放上网 而我们要想到 其实那个反应也蛮好 其实为什么要没有文字 因为我们的想法 那时候一开始是 不要有语言 或者是种族的限制 或者是年龄的限制 就是做一个完全没有对白的漫画 就是什么人 关你什么年龄 什么种族 你认识的语言是什么 你都看得懂 这样子 比如说现在这个 其实这个华文版 我也是有几个马来的朋友 他们有买来看 因为完全没有对白 就是看图 看故事这样子 通常就跟一些作者 其他作者一样 他们也是生活周遭的一些故事 什么这样子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就比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网继网络 internet 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在 我们的社交网站 看见一些朋友 他们share他们的故事 他们share他们看到的东西 什么样子 从那里我会得到一些 启发一些灵感 其实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作者 李悦的灵感是从那里来的 因为它其实就像 它的外形很像这个 就是这个白熊 然后其实这个兔子是我自己本身 为什么我是兔子 因为我是兔年出生的 所以就是一个兔子一个熊 其实基本上这个漫画是没有文字的 主要的分别是书名 这个是台湾版 主要分别是书名跟它那个排版 然后这个是中国简体版 对 这个是繁体版 这个是中国简体版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说明是不一样 然后其实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两个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然后这个繁体 台湾繁体版 就是会在 应该会两个月里面 会在本地的一些数据可以买到 对 其实我觉得是珍惜吧 因为 因为有个 我有个朋友 他的 他买了这本书 然后他给他儿子看 然后他儿子 其实是已经看完这本书了 但是他跟我讲 他儿子还会放在床头那边 就是说睡前那里拿来 翻一翻啊 看一看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以前看实体漫画这样子 我们也会买个厨 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 有空这样子拿出来翻一翻 虽然已经看过 电子书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会拿出来翻吧 就是看了过后就放在一边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平板电脑 我们的电话也好 因为其实太多东西了里面 不过我们这个书 其实还是有出电子书版本 对 我是觉得尽量画多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现在我们竞争 我们竞争不是只是跟马来西亚竞争 现在已经是网系网络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们竞争的是跟世界各地的 插画家来竞争 厉害的人真的是很多 我们要怎样去给人看到我们的东西 就尽量画多一点 比如说如果是你一年才画 十副二十五的话 其实可以做这样的量 或者可以跟你做这样的品质的一些超画家 就是大有人在 可以的话就是画多一点 尽量布广多一点 怎样的一个目标 怎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很简单 就是会 我是希望有一个 我创作的一个系列 或者是这些漫画也好 就是给我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画下去 那么一点点 それで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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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